那這個好了之後其他就改 另外還有一部分就是說 就是我底下有加上註解 這個註解當然是不是必要的 不過對於初學者來說我覺得是還蠻重要 因為如果說你們沒有養成好習慣 以後寫完的程式你自己也看不懂 就像說我們剛剛寫好的程式 像這樣一串很多人看了之後就 會沒有辦法馬上知道哪一個部分是做什麼用途 但是如果說我把它改成有註解的情況下 OK你就會發現感覺突然之間 突然程式原來看不懂的突然變看得懂了 OK其實你不是看懂程式你是看懂註解 OK就是上面如果有註解 你就會將來也比較知道改哪些地方 所以特別注意養成好習慣 程式寫完之後請你注意至少兩件事你一定要注意 第一個就是說你的那個說牌部分 一定要注意就是說千萬不要全部都在同一階層 OK第二個的話那個註解一定要必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註解的話以後你自己回頭看 會看不懂 再來就是說如果你沒有說牌的話 假如說因為我之前我遇過蠻多同學問問題 然後他把他的檔案給我全部都沒有說牌 我看了真的很痛苦 為什麼你沒有階層你就不知道到底你少了什麼東西 因為如果有Fall一定會有NAS 而且一定會有頭有尾 他的結構其實我覺得程式最容易發生錯誤 就是那個規則你沒有掌握 錯了就是不能執行 那程式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他一定要100分 他不能夠說你99分差一個地方他也是執行錯誤 OK所以記得就是說註解跟說牌 這個慢慢要養成好習慣 那當然也許你們剛開始沒辦法打得很快 不過我現在不急著要打得快 你至少要打得正確 那其他部分就是改成非數字 再來的話就是把它改成那個留下數字部分 那留下數字之後的話再來是留下英文 如果說我今天要把它改成留下英文的話 那其實他的邏輯跟那個留下數字還蠻像的 所以我可以拿這段程式碼來做修改 那改的地方的話其實就是把這個留下數字改成留下英文 OK這邊的話我把它改成留下英文 一樣用貼的 那貼上之後的話記得貼的時候也要注意 頭尾也要貼對 因為之前蠻多同學在數字的時候 忘了複製到End Sub 當然也不行 我發現都是小地方 可是一個地方就是卡住 OK所以你只要那些可能發現錯誤都跳過的話 那以後寫程式應該會寫得蠻愉快的 好再來的話做什麼呢 邏輯 OK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這個表格 那你可以看看RTQ內碼表 我們先 小寫先不要管 先管大寫 大寫的部分的話 剛剛是那個 這邊48 應該47到58 那如果我們這樣來看的話是64到多少呢 到91 所以64、91之間 那其實呢如果你要輸出英文大寫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只要把這邊改成64 而且 64對不對 然後這邊改成91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改什麼呢 改那個 這邊改成 本來是輸出到D欄 現在改成到E欄 把它改1 OK 所以其實 這樣的話呢 如果輸出英文大寫 就OK了 再來試試看 基本上就改什麼 這個 貼過來 改英文 64到91 然後呢 輸出到E欄 好 那剩下來的話就把它執行 OK 執行看看 有沒有 你會發現輸出了 如果是英文大寫的 它就留 串串串串串 可以 但是呢 小寫的話 這邊有沒有 它就沒有 OK 為什麼 因為這邊只有判斷 什麼呢 64到91 除非說你要再多一個邏輯 是那個什麼 小寫的 那它有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是 你就是在這個 一幅的邏輯後面 再串一個 這個是 64 91 那你可以把它刮斧起來 這個是一格 然後呢 空一格之後 後面加個偶爾 然後再把這一段 複製到後面去 然後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後面小寫是96 到123 那就OK了 就是一個end 中間配合一個偶爾 但是 有個缺點 程式非常的長 就會延伸到後面去 所以不建議你這樣寫 那我們乾脆用另外一個寫法 就是你在判斷的時候 乾脆怎麼樣 就是直接全部轉成 如果它裡面 比如說 ch ar 那我c過來的時候是小寫 所以它切割的時候 mid 切第一個字 就是c 那它判斷的話 它就會變成說 它是小寫的c 所以它就會去找 c的位置 99 那可是怎麼辦呢 我們乾脆有一招 就是切這個字的外面 再包一個什麼 轉成大寫 那可是如果你不知道轉成大寫 是哪一個函數的話 我好像上禮拜有講過嘛 你按這個問號的時候有沒有 它這邊呢 就會跳一個搜尋 那你就打一個轉成大寫 它就告訴你有兩個函數可以辦到 一個函數是叫U-Case 一個函數叫 好像是叫什麼 string Convert 所以這邊的話 當然它有支援那個 轉成大寫 OK 轉成大寫 OK 這樣 enter 就出來了 有沒有 U-Case跟string Convert 這兩個都可以 但是 比較一下 U-Case比較簡單 為什麼 因為U-Case 給它字 就轉了 string Convert 它還有分好幾個參數 它有兩個參數 所以算起來 用U-Case比較簡單 那特別注意 這個問號 其實如果你的版本是 因為我們現在2007 直接OK 2010也OK 可是2013以後的版本 跟各位講 反而它更糟糕 舊的版本反而比較好 為什麼按下去 就有一個很棒的一個 那個說明檔 但是2013以後的版本 不僅沒有更好 反而更糟糕 你們如果用新版就知道 按下去它會跳到網頁 然後給你的說明檔 居然是英文版的 頂多是說它多一個翻譯功能 那翻譯功能翻出來的 真的是完全糟糕到一個不行 所以 所以有時候 新版不見得比較好用 但是你也沒辦法 它微軟就這樣 它就是要一定要你一直 upgrade 它也不跟你說 我不要用那個 我要用舊版 不行 好用的東西也沒辦法 你就要一直給我升起 那怎麼辦 這個沒辦法 就是你至少要知道一下這個問題 OK 然後底下它其實 我覺得這個說明檔 反而會比舊的比較好 然後裡面的話 還有相關的可以參閱 還有相關範例等等的 你可以搜尋 那我們知道U-Case 那接下來怎麼做呢 第一個一樣找到MID 請你在MID外面 MID前面先按個空白 為什麼要按空白 我習慣是 在空白前面 打一個VBA 點 VBA點 意思是說 幫我把VBA裡面所有的函數都列出來吧 裡面有沒有U-Case 打個U 你會發現U-Case就出來了 那你想說為什麼要加個空白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空白 它會直接跳到MID OK 所以特別注意 我剛剛的做法 我習慣是 一按空白移到前面 打一個VBA點 U 那用點的好處就是它會列清單 你只要用選擇一定不會打錯 但如果你自己打 我發現還是自己打錯 OK 然後再前刮弧 再一個後刮弧 那後刮弧其實比較沒有關係 因為三個刮弧 其實哪一個刮弧 反正只要後 你一定要加後刮弧就對了 它就怎麼樣呢 幫你把裡面切出來的字 本來是小C有沒有 小C 它就自動加U-Case之後 就變成大C了 那本來它的位置 就是C的 馬上用大寫的C去做判斷 所以判斷完 本來它應該經過那個 如果沒有U-Case的話 它應該是99 可是U-Case之後呢 它回來就64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 經過一個U-Case就OK了 那後面的部分也是一樣 所以把這個U-Case複製一下 再貼到MID的前面 然後再加一個後刮弧 後刮弧記得要加對位置 記得是加在這個 這兩個刮弧的中間 加一個後刮弧 其實當然你加後面前面都OK 那當然比較正確應該是在這裡 因為它這個是配合這一個的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 剛剛輸出那個小寫不OK 那現在會不會OK呢 把它執行 OK 你會發現嗎 有沒有 剛剛那個小寫 本來沒有出現的 現在就出現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字 C 先大寫 它 表示它是在那個範圍裡面 有沒有 64到91 因為大C 好 64 65 67 轉完之後是67 那OK 在這個範圍 那就幫你抓過來 留下來 就串串串串 幫你把那個英文字的部分留下來 當然未來如果你的工作裡面 是要分大小寫的話 那你就什麼 就是不用再加這個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剛剛那個留下數字部分 改成留下英文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好 好